欣赏美丽星空却有不速之客乱入台北天文馆的脸书粉砖就晒出了这张动物版的群底视角照 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 大家都在猜他的真面目 有人一体型跟脚趾猜测 他可能是麻雀或者是白头翁 到底是谁呢 我们也找了专家帮大家揭晓答案 检查一整天录下来的星空直播影像 没想到点一点画面却跳出不速之客 这个诡异的视角究竟是谁乱入镜头 群底风光全被揭露 还停留了30秒看看这脚趾 网友说像是鸟类 从这个角度看不少人开始留言讨论 有人猜是麻雀也有可能是白头翁 这次他的脚趾左右边非常开 跟我们一般的鸽子的形象其实是比较符合的 像麻雀跟白头翁 如果他们是属于在树上活动 或是在地面上活动的时候 专家说其实观察脚趾就能初步分辨它是谁 麻雀白头翁的脚趾不仅集中还很细 这次在镜头里的比较有可能的是 周哥科鸟类 他们常在地面上活动 脚趾比较粗状也比较开 直播镜头意外捕捉到这个瞬间引起讨论 但其实这个全天鱼眼星空相机直播影像有不少用途 拍摄的范围是很广的所以它必须要架设在可能我们目标建筑物的外墙的顶端 所以它就会是当地最突出的一个物体 就会吸引到一些鸟类啊或者是昆虫可能有时候会停住在上面 24小时把全台五处星空直播画面提供给大家观赏 或是拿来当成星空教学影片 也有民众把它当成及时天晴影像 只是偶尔会有昆虫鸟类乱入 这一回捕捉到鸽子的群体风光 纯属意外 见台北综合报道